欢迎收看公马克思每日财经访谈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澳洲女央行行长上台之后 政策上会不会有所改变 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知道澳洲之前的央行行长罗行长 成为了在过去一年中 媒体和联邦政府口中 利息上涨过快 给民生造成巨大伤害的罪魁祸首 那么在整个社会的和媒体的压力之下的话 澳洲的财长是宣布下一届 澳洲央行行长的新任行长 将不会再由罗行长兼任 而是由现任的副行长 也是女性副行长来担任 那么当所有的澳洲的媒体都在欢呼 澳洲将会迎来第一位女性央行行长的时候 也许大家所并不知道的是 她可能并不会推翻之前 老的行长所执行的那些政策 相反极大的可能 她依然将会是罗行长 也就是之前那位连续加息12次的罗行长 她政策的一个延续者 好了 那么今天的文章 咱们观点已经表达完毕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然是开个玩笑了 虽然是我们在开始已经把观点来说出来了 但是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些论据来佐证我们的观点 首先按照咱们正常的逻辑来分析 新的女行长 她之前也在澳洲央行工作超过30年 并且长期担任现在罗行长的助手 试想一下 如果她处处和行长作对 不认同之前行长的政策和观点 如果你是老的行长 你会提拔这样一位副行长吗 当然是不可能 因此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罗行长自己也认可这位女性副手的能力 并且也把她当作了自己人 才有可能同意 她可以长期担任澳洲央行的二把手 那么之前我也说过很多次 只要稍微有一些常识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 其实罗行长也做了她所能力所能及的事 甚至于要比其他的西方国家做的还要好 无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澳洲和旁边邻国新西兰相比 还是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或者等欧美的国家相比 澳洲目前的央行利率 以及现在澳洲的通货膨胀数据 都是这些发达国家中最好的 这一点来说其实澳洲联邦政府和财长也知道 但是连续加息民众怨声载道 这个锅总得有人背 那么老行长罗行长唯一的也是致命的一个错误 其实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话说的太满 他当时说在2024年之前都不太会加息 而且这句话说了三遍 所以这个锅毫无疑问的就是落在了罗行长的头上 所以现在为了平息名分 但是更多的是给新的行长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 所以罗行长应该说是做到了自己可以做的最大程度 给下一任继任者足够的施展空间 那么未来新的女行长到底会怎么做呢 就让我们来猜一猜 反正谁也不知道 首先我觉得她可不是一个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政客 她是一个狠角色 到底有多狠呢 她在6月份加息之后 居然说了一句就连罗行长和联邦财长都不敢说的话 她说只有当失业率达到足够高的时候 澳洲央行才会考虑听这下戏 而这个目标至少需要4%到4.5% 但是由于当时她还是一个副行长 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分波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发言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新任女行长心里非常清楚 而且知道加息之路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新的女行长会不会上任直接就开始加息呢 从100%纯经济角度来说 她应该加 但是从管理社会情绪 更多的是为自己长期执政 留下足够的口碑和余地的角度来看 就算是马上可以加 新行长也不应该加 至少要等一到两个月再加 那么从2022年5月第一次加息到现在 其实已经超过一年了 利息也上涨 现在达到超过4% 为什么物价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深刻了 但是再深刻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 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 其实从疫情之后 全球化正在倒退 其实在当时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欧美国家为了脱离完全依靠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把很多的生产链转移到成本更高的国家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增加 我们看到从苹果手机到电脑配件 从运动鞋到生活的小商品 在欧美国家中的商店里 越来越多的商品现在已经不再是中国制造 而替换成了其他的亚洲国家 产品没有变 但是价格却已经一去不复返 所以全球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90年代到2010年之间 那时候全球融合的黄金时期 产业互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地球村 国家之间的分类和国家之间的站队 我们都说中学里面都学过 政治是决定经济 这句话当时放在中国可行 放在现在全球也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点的 就是现在的高物价 其实并不是靠利息提高 就可以回归到正常 的确利息提高是可以提高失业率 从而降低物价 但是影响物价更多的因素和原因 其实是来自于全球产业链的变更 准确的说就是 现在的资本家也好 或者是国家也好 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开场 不再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考虑 而是涉及到了很多政治因素 所以未来即使利息继续加 物价可能会下 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 是很难再回到2019年的程度 我们很有可能将会被迫 适应这样的情况 来面对持续的高通胀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全球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